我這個是很好很要好的朋友 其實這在結婚前 我們就認識了 就甜甜嘛 那其實那次也沒有什麼 就是比方說我們在附近 也是內湖嘛 附近錄一個綜藝節目 那個綜藝節目出了名的是 每次結束都是兩三點 半夜 對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他又住附近 那我又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聊天了 我想說那我就順道 因為我開車 我回家就載他回家 因為從那個攝影棚回到他家 也不過才不到五分鐘的車程 然後想說好 那我就載他回家 然後沿路上也小聊了一下 他就說結婚啊 不錯啊 那怎麼樣 就是真的是聊心事 然後我就回家 我沒有跟我老婆講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然後他還要說 你昨天錄到幾點 我就說差不多是那個兩點半的時間 那為什麼回到家要四點要這麼久 對 你是開多慢啊 沒有 因為他有看我那個 比方說手機的最後上線的訊息嘛 然後我就坦白跟他講 我說沒有啊 我昨天就順路 就載甜甜回家這樣 然後他就馬上 表情就大變了喔 我說你為什麼 他就說你為什麼沒有講 我說兩三點啦 你跟弟弟在睡覺了 我怕吵到你啊 那你要講一下 我就覺得我好像 我有做錯什麼事嘛 你兩三點錄完 四點多才到家 你不是偷到他們家才五分鐘嗎 但是我送他回家之後 我還要再回我家 就算隔天再回家 也不應該吃小甜甜的醋啊 沒有 不對 你送嗎 沒有 沒有 他有變瘦了 那是小甜甜的 你醒過來嗎 沒有沒有 當兵三年 不立社的那個就是笑花的 他都已經結兩年 三年了吧 對 對不對 小甜甜都變成 宅男女神了 我覺得 我覺得美玲那個時候產後憂鬱症 好 所以其實男生有他自己交友的慾望 那女生其實是可以 稍微尊重 但是可以就主動 但怎麼要鬥志啦 沒有啦 我跟你說 這一集黃醫師根本也沒有上話 對啊 我很不要把他印象 看外 會不會送你護士回家 沒有這種事 對啊 他根本就不想回答好不好 那也要送個護理長回家 你這樣回答 你不送護士回家的 沒有 這集你好歹也講一點 你的黑暗牌 對啊 那個超小也是這邊的代表 當中被 當中被媒體挖出來很醜 哈哈 哈哈 先撈一點 你先撈 先告白 對不對 你先撈白 趁著浩如仔 對啊 先撈蝦啦 我會好好幫你 對 好 我們時間不夠 我們剛剛看 喂 好 你今天先帶我回家好了嗎 是這樣子嗎 再帶我回家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三個 我們都是一家人 老婆還發神經鬧脾氣 意思是吃出的對象是家人喔 哎呦 家人會吃家人的處 家人這就乾淨 有 我有 還不是你 對啊 哇賽 真的有 而且也是長輩啊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什麼 可能是 我可能就是一張老臉 然後跟長輩比較 有長輩緣 像我那時候剛認識他 我就去他們家 然後 因為我真的是從小的習慣 就是我們吃飯啊 或幹嘛的 我們會自己收自己洗 然後那時候他媽媽就覺得說 不要這樣子來者是客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然後他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刻意就是表現給他看 只是這樣子而已 但後來不是 他後來發現說 我每次都是這樣 我才跟美玲講說 其實這次從小 我媽媽教我們很好的習慣 所以他媽媽就很喜歡我 很喜歡跟我聊天 很喜歡跟我講他的心事 然後比方說 像他妹妹也很喜歡我 她有一個小妹 因為他小妹以前是看我們棒棒糖長的 哎呀 完了 你只有 你這紅酒來的 不是 結果他就 過來跟他結婚之後 他來看他說 欸 姐 我以前都看他跳舞啊 我好喜歡他 沒想到他變我姐夫耶 天啊 然後他說 他竟然是借我兩天嗎 玩具車啊 不是借兩天 而且喔 他老婆還不是素倫奧瓜 是女歌手 對喔 情何以堪啊 真的 對 然後那個 他就會覺得說 妹妹也對我也蠻好的這樣 然後比方說他 蠻 因為妹妹那時候單身 他就說 他要去 跟一個同學見面 他說 那姐姐夫可以陪我去嗎 喔 這個很好奇 這個不行 真的 我是姐夫啊 這個就有接到人 對 我只是過去因為他 他自己不能去嗎 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唱歌的場合 然後對方有男有女 對 然後想說帶我去 他就是 唱歌的場合 不是啊 你老婆是歌手啊 對啊 他為什麼沒有找你們一起去啊 夫妻一起去 沒有啊 沒有找你呢 而且新聞上有那種 姐姐死了 妹妹下去了 什麼鬼故事 那是不是在深山裡好不好 在深山裡面沒有別的男人 數位 為什麼要把這個變命女結妹 那我覺得小天天很冤 那個頭髮可能是妹妹的 沒有 沒有 那是真的 因為妹妹才剛滿十八 那去唱歌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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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完了啦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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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鈴翔哥 唱成這樣 還沒有資格去KTV 對啊 但是 以為愛一直閃亮 結果取到這個 這麼暗淡 沒有啦 Terry會去的 KTV的局 你不太適合美人去 因為他都會一直跳羅志強 你知道嗎 對啊 風格不一樣 沒有啊後來就真的就只有這樣而已啦 不過老實在不一樣 老婆的妹妹 當然真的有一點點界限 那就是自己的妹妹還會吃醋 對啊 自己妹妹 對因為這樣子沒有血統嘛 我老婆連我自己的妹妹都會吃醋 因為 是親妹妹嗎 蛤親妹妹啊 親妹妹啊 那反正就是說 因為我跟我妹妹就感情很好嘛 那但是因為她是在倫敦 那我是在台灣嘛 這邊 所以通常就是說 欸 比如說我妹妹打來電話啊 可能就是要跟我聊天啊 什麼的 我通常就是會就是 馬上就是放下我這邊的東西啊 什麼的 就是陪她聊天啊 親情 對啊 或者是比如說因為她也是在學中文啊 所以我可能就是 幫她寫功課啊 然後就是幫她這些嘛 對啊 那老婆這個人就會不開心 因為她就是覺得 欸 欸 我一直都是 每次我叫你啊 要做什麼 你都不理我啊 或者是加裝沒有聽到啊 或什麼 或者是一直要拖拖拉拉 但是只要妹妹一打來 你就馬上就是可以陪她 就會吃這種醋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會去的時候 我們去歐洲啊 去倫敦啊 通常都是把所有的東西 就是給妹妹安排 然後我通常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那麼 那麼一年一次 才會見面一次嘛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 欸要跟她聊天很多啊 然後 然後就是我們的行程通常都是 因為她住在那邊嘛 我就是 就交給她嘛 讓她來安排 但是不會問老婆啊什麼的 然後她就是會覺得 只有我們到那邊 你就把我放 就是放掉啊 拋棄我啊 然後比如說我 我就是可能就是推安東嘛 就是我跟我妹妹這樣 就是走路走到前面那樣子啊 他們兩個像是情侶 他們像是那個外用人 就是退下 又不是在後面推手啊 這個有種族歧視 這個有種族歧視 對啊 而且她終於講一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漏洞的故事了 有 這還找得出洞欸 真的 沒有因為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在倫敦的時候 我會吃她妹妹的醋 你看她跟她妹妹相處了二十幾年 對不對 她跟我結婚到現在也才六年 然後你說一年見一次面 可是她跟她妹妹每次視訊的時候就是 她放下手邊 一切就是以她妹為主 我當然就會覺得 現在我才是妳家人欸 雖然她是妳 曾經是妳的家人 雖然我覺得她都才是妳的家人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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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比較可苦 現在陪妳過日子的是 對 對 現在陪妳過日子 以後幫妳推倫妳的是 我跟安東對吧 那 還說 不好說 你們都還蠻輕 但是上一次我們去倫敦的時候 這我要解釋一下 然後她就是什麼都以她妹為主 那 安東就是肚子很餓 她只能吃飯 她沒辦法吃麵包 她副食品只能吃粥飯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要吃飯 我就跟她說安東很餓要吃飯 那妹妹就決定說 我要帶妳去一個全英國最好吃的漢堡店 她就硬要去 妹妹就是硬要去一間漢堡店 然後我的兒子就是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所以我也很生氣 我很生氣我就罵她 然後她就跟我說 因為妹妹想吃漢堡店 然後我當然就不高興 然後每次在英國倫敦的時候 她就是黏著她妹妹兩個 一直講不完的話 你知道她190公分 她妹妹180公分 那她妹妹本來就是一個model 所以她們兩個站起來就是一個couple的樣子 然後妹妹就想要推安東的英格車 妹妹就想要推啊推推推 然後她們兩個就這樣在前面推 我就走在後面 那我腿本來就比較短 因為我才160公分 她們走一步我要走兩三步 所以我就已經跟不上 那跟不上之後 我就深深覺得在英國那個道路上 這樣子看著她們兩個 像是一對夫妻推著一個小孩 就像站在馬丁這邊妹妹有什麼好吃處的 不是因為她太重視 就是重視的程度超過加熱 她可以重視但她還是要 沒有我覺得這個應該跟她妹妹態度有關係 對 我覺得她妹妹可能沒有把她跟這個小孩 對她可能就是要把她跟這個小孩 你知道嗎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妹妹為了她學中文 她沒有為了我妹妹說英文或瑞典文 所以可能是怪的 哎呀她你生小孩就是她 你搞不清楚 她生了小孩就不用學瑞典文了 不要 而且現在在台灣 我覺得有一點誤會 因為妳妹妹180她才160 所以妳妹妹看她都這樣 對 都不會 可是馬丁我覺得算了 大人的問題算了 可是安東那時候肚子餓 然後她只能吃粥 對 她真的就是太重視妹妹了 沒有啊這個我不太記得當天 你兒子在那邊沒東西吃 你跟你妹妹要吃汗 對 沒有啊如果是這樣子 一定就是因為她 可能就是她從家裡待了一瓶粥 我怎麼帶去那邊 因為她有帶副食品出來 對啊就帶副食品 沒有我沒有帶 或者甚至是說 我們可以買別的東西 可是因為你通通都不想吃 所以 重點是只要你跟你妹妹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耳朵都聽不到我跟安東說 對 你就是整個 整個就是跟妹妹 一直在一起 然後一直